2018年6月20日,外交部发言人,中方主持例行记者会问,据报道,19日,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力在美国务院宣布,美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,中方对此有何评论? 答,中方对美国决定,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表示遗憾,人权理事会有联大授权设立,是各方在人权领域开展对话语合作,交流与互建,共同促进人权事业发展的重要平台。 各方群高度重视,中方一贯倡导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,支持人权理事会等机制开展工作,在世界范围内共同促进和保护人权,中方将继续与各方一道,通过建设性对话语合作,为国际人权事业健康发展, 做出自己的贡献,问,朝鲜领导人金正恩,据信已经离开了北京,今天他在北京有什么活动安排? 欲满为官员举行了会见,您能否证实证实,他已经离开北京? 答,如果你仔细阅读我们昨天发的消息,我们说的是,6月19日至20日,金正恩委员长对中国进行访问,至于访问期间的重要活动,我们都会及时发布消息,问,另一个关于朝鲜的问题,您能不能告诉我们,在金正恩委员长访华期间,中朝双方探讨了哪些问题? 中方将会帮助朝鲜半岛实现无核化,那么会采取哪种具体形式? 比如,中国是否准备对朝提供安全保障? 另外,中方将向朝方提供哪些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经济和资金援助? 但,关于金正恩委员长,访华,中方已经发布了详细的消息稿,你可以仔细查阅一下,你提到几个具体问题? 此前,我们已经多次阐述立场,我在这里再简单回答一下,一段时间以来,在有关各方的共同努力下,半岛问题重新回到对话线上解决的正确轨道,半岛形势朝着和平稳定的方向发展。 我们希望招美双方能够落实好新加坡首脑会晤的成果,有关各方形成合力,共同推进半岛和平进程。 中方一直主张,在实现半岛无核化的同时,要重视并解决朝鲜方面的合理安全关系。 当前半岛局势出现了缓和的积极势头,我们希望有关各方能够抓住这一积极,继续向向而行。 在解决朝方合理安全关系,建立半岛和平机制方面采取积极的指挫,中方愿意继续在此方面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。 至于你问到中方是否愿意向朝方提供经济援助,中方始终严格,认真执行联合国安理会,通过的各项社朝决议,履行我们应尽的国际义务。 与此同时,作为友好的邻国,我们在不违反国际义务的前提下,也与朝方保持着正常的交往与合作。 问,本周,中国驻印大使提议举行中宴八三邦峰会,请问,这是否代表中国官方立场?